一方面我们要看到俄罗斯的态度很坚决 因为现在北约在黑海 就是要挑战俄罗斯在克里米亚的主权要求 也就是说北约不承认克里米亚附近属于俄罗斯领海 也就不承认俄罗斯的海上力量 有在克里米亚附近执法的权力 所以他们要不断地去挑衅 但这种挑衅并不是以武力驱逐俄罗斯海军为手段 北约海军也知道自己既没那个本事也没那个胆量 他们更多的是用所谓自由巡航那种方式 来给这个乌克兰站台显示一个姿态 但是并不真正的在冒战争的风险 那么俄罗斯的反应 他们也很清楚 俄罗斯海军作为一个跟这个北约打交道的几十年的这种海上武装力量 非常清楚的知道自己的边界在哪里 不会真正的出现所谓的这个媒体炒作的那样 说俄罗斯海军突袭英国海军舰艇这样的事情 那这是我们从这个俄罗斯与北约的这种对峙的意图上去看 那还有一个细节是值得我们高度关注的 就是我们看到这两次冲在前面的都是北约国家而不是美国 也就是说作为北约的领袖 美国现在一直躲在幕后的 那么一方面像俄罗斯这个宣称 像俄罗斯政府指控的那样 美国在观察 俄罗斯海军是怎么对付这个北约的海上力量的 而另一方面恐怕美国也是在为自己保留余地 那么他不冲在前头让盟友冲在前头一旦出事 那么也还有回旋空间 其实从这个事情上也看得出来 北约也好美国也好 现在在黑海去给乌克兰背书 不过是一种所谓宣传上的策略 他们并没有在黑海上跟俄罗斯彻底摊牌的考量 黑海的局势仍然是可以掌控的 谢谢大家